你们穿丁字裤舒服吗 No No 我喜欢 就是 我喜欢 维密家买过无数的内裤的种类 我现在发现就是有一种偏丁字裤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那种 一个流线型在那 一个流线型在那 它就很舒服 就是它会非常的贴合 它没有说像你正常包着屁股 你可能会走着走着坐哪 你要自己瞪一下 或者怎么样 它是在你屁股内侧 有一个三角色 它的贴合感非常好 我觉得我自己穿丁字裤真的觉得太难穿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根套回来 对一根套回来 我那种没有穿过 你没穿过呢 有的衣服是完全包装的 你一定要穿那种 但是我是窄的 不是那种一根的 你认我没有试过 你是我的 我是我的 一根舒服 是不是有一种陷在你的屁股 摩擦的那种感觉 对 有试过C字裤吗 C字裤 没有 长不像费就是这样 然后你喊下去 喊下去 你还挺像火的这么个东西 我都没有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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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局面不见试 有对同性动过心吗 他让我感觉不动 你现在是一个现场表白 但是如果说我追你的话 你会统一吗 如果我当真追你的话 你可以统一吗 我脸红了 我不行了 我现在我跟你说 立刻原地 把民众给我搬过来 你睡觉什么东西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活一个女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 我吃醋 在那个时候 我意识到自己 就没有 自己是猛的 来一口酒 我先捧瘾 我那个时候是意识到自己 需求上 还是比较 需求男性 反正因为我自己 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去爱的那一方 女孩 虽然她比较懂你吧 但我觉得就是 男性的照顾 就还是有一个性别强在那 就男性的照顾 和女性的照顾 还是不一样 假如你们第一天 变成了男人 你们会先怎么照顾 先给兄弟们爽 我和兄弟们爽一下 先给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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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不想的 应该咱们先要排着队 然后拿着爱的后话牌 我们俩已经没证据了 哈喽没有 我没有听到 你姐费一点 什么照顾好 身边每个姑娘的人 我也本来是每个姑娘 也不差那一根吧 也不差那一根 也不差那一根 那意思 离婚协议性感 那不行 我想想你这样变成男人 应该会像谁那种 我真的想说 我要是男生 我觉得你可能是个零吧 他是会买Chanel女装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不就是 陈海婷 也不 陈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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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facialblogger的那种 爱跟东西 不会想要孩子吗 没有 我结婚的时候 没打没把握来 要孩子 但是我考虑过 如果我35岁之前还没结婚的话 我用32到35之间 可能会去冻几个乱 就是我不结婚 我没有男孩 但是我自己会想起养 那我觉得 但是除非是非常喜欢他 那是为了成功之类 还是为了自己完全超级成了孩子 我觉得这对海小孩也不是很重要 这我从小就是没有一个爸爸的那么一个龙毛的男孩 所以我长大 包括到现在 我都30岁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男性相比 说实话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其实比富有还难 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收回来想 所以你已经够幸福的了 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 很养的爸爸 谢谢你光看我们的节目 我那也会看 祝爱很养的爸爸和妈妈 祝爸爸妈妈妈幸福久久 谢谢谢谢 谢谢 那假如你能够接受 比如说 你生完孩子以后 你老公已工作太忙 然后完了一个月只回家一次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他就是只是给你寄钱 没有 前后可以自己转 我找老公是干嘛用的 没有 哎 这问题好难 就是如果我要一结婚的话 我床上不能少人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 他老婆知道他们俩都挺忙的 于是乎给他们两个人 订了一个回家的规矩就是 咱俩必须每天一年 OK 可能是一开始大家比较愿意吧 最后就把他花点离婚 你一个礼拜 我可你允许你一两天不再讲 但是我床上就这么少人 好的 但是我要知道你在哪 你也知道我在哪 就是有一个夫妻之间该有的默契 所以你平常会看小片吗 一个女人整天想男人 你就会没有精气神 你就会倒霉 你就没什么用 好色之能一定要借色 你的精气神才会充足 你的财富才会增加